牧鼠 牧鼠 这真是 您别说出来 果然是牧鼠 这带了个牧鼠 难道他跟剪头的有关系 梳理一下心情 是不是 造型师 您觉得 为什么把牧鼠当成一个爱情的信物 老挂了 拿那什么历程 剪剪头历程历程 这木头正适合你 梳您这头正好 你给大哥梳这几下的时候 我觉得大哥是非常享受 如果要是真的生活当中 能有一个人给你理理发 给你剪剪头的人 这大哥真是特别的惬意 而且欣然接受 真的的确缺了另外一半太多了 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个要是女嘉宾 当她一个爱情的信物拿上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有寓意 因为什么呢小女人的心态每个人都有 这个花木兰的里面说过 当穿李云并对镜天花黄 天花黄 因为她是一个戎装 但是她回家之后 她也希望有个小女人 一个女儿身 我觉得姐姐如要是真的想把这个梳子 就是想做一个爱情的信物的话 她的确是希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能够对她 她成为一个小女人 听明白没 听听半明白 她说的 来吧 这个到底是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寓意啊 接了还是让我们有请到一号女嘉宾 来给咱们解释一下 来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曾经我为了生活而奔走 现在我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 来欢迎您您好 哎这是咱们第二次见面了 来我们大家就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你好